哇 人来了 周深好 大哥 大姐们 晚上好 小哥哥 小姐姐 你这叫谁呢 出去 不是 拉近彼此信心的距离 我的工作宣言就是 要想当总裁就要登舞台 要想发大台就要上舞台 所以我来了非你莫书 我来自江苏连营港 阿穷人丑 1米69 小学文化 农村户口 破屋三间 博田一亩 冷锅热燥 老婆没有 但我热爱唱歌 热爱舞台 我只有站在舞台上面 才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所以你要敢于做 与众不同的人 我就是我 不一样烟火 三分天主令 七分靠打拼 电铁脚尖 人地升天 我命由我 不用天 谢谢 一首掌声 谢谢 谢谢 我缓缓 我缓缓 主持人 我缓缓 吓到你了 是吧 你刚才在台上那一嗓子 我来了 你差点把我送走 我是说寡人来了 我说是寡人来了 你看我听对了 寡人来了 寡人的意思是孤家寡人 我现在是单身吧 所以叫寡人吧 我想问你刚才那一段 你准备了多长时间 准备了 平时 平时就爱好这些东西 就是喜欢总结这些东西 经常学习 然后 就不知道多少时间 反正就平时就自然就会了嘛 他这个表演的特别适合像我们那种表演演出 都玩脱口秀嘛 对 是不是啊 平时就喜欢这些东西 你今天来到非你莫属 想找一份什么工作呀 想找一份跟舞台 还有主持 或者传 那个传媒类的工作 你为什么喜欢做这样的工作呢 你是有过相关的积淀吗 对 我现在 就是在家的时候 现在 就是接一些 生日主持 你前前后后 到今天来到舞台之前 你做过几份工作呀 我 干过超市 超市搬运工 之前呢 超市 卖过那个蔬食嘛 刚开始也干过那个吉他培训老师 吉他培训老师 会谈吉他 就是教小孩子嘛 教孩子 还有吗 之前在保险公司干过 然后经过讲师的培训 也成为了初级讲师 还有什么呀 就是卖过保险 你那气势怎么没了呢 你那气势 好 马上就来了 马上就来 刚才我都看着 那就 我再说一段嘛 好吧 我看你都快撒娇了 别别别别 你 你是能再背一遍 光栏 你别老吴倒他 但是 但是 你也就猜那段 我就想灭灯了 你这个 你还让他来是吗 手下留情 小姐姐 好 因为我刚才看他说工作经验的时候 已经快撒娇了你知道吗 我说这不行 还不如刚才那块呢 是吧 我是能撒娇 也能 也能这个 这么巧 行行行 好 差不多了 差不多站好了 老汤游 我想问一个问题 老师你好 太可爱了 我想问到了一个经历过感情背叛 事业被坑 我想问你哪个事业被坑过 就是我在前年 就是做抖音直播嘛 直播有三个月的时候 他跟我讲 他说 你这样 说你交三万块钱吧 说我给你推流量 我每个月都给你推 然后我就相信他了 我就交了三万块钱 交完以后 他过了有一个星期又找我说 你在交三万 你在我这里长期干 我每个月发三千块钱工资给你 剩下你打赏的 你自己赚多少就是多少 然后我就交了六万 我就等着呗 结果到了一个月以后 没动静了 没动静 然后我就问他 他就找各种理由 现在是这个非常时期 就怎么样的 然后我就相信他了 又等了有两个月 我说完了 这肯定是个大乎友 拖了有一年 一年多了 结果一直拖到现在 我觉得这件事 真的非常为你减分 第一 我们会觉得你缺乏常识 第二 你不停地说服自己 他会给 其实我相信 第二次 你给他钱的时候 你已经觉得不太对劲了 如果你觉得 就是对劲的话 我们甚至要怀疑你的智商了 孩子 所以这个时候 我就要怀疑你 是不是在每次 面对判断的时候 你会心存侥幸 因为侥幸心理 其实是在工作之中 我们很怕的一件事 我接下来想问的 这个问题就是涉及判断 你退伍之后 为什么拒绝了国家 给你安排的一份 比较不错的工作 也是跟我的性格有关系吧 就是不想 一辈子就循规到几 去过一辈子 所以我喜欢折腾的人生 那你折腾的第一 你的折腾的第一站 就是当吉他老师 你只是在部队期间 自学成才 学会了吉他 然后你就要去教孩子 然后你又从吉他老师 放弃了这个岗位 然后认为没有上升的空间 你又去应聘 超市的工作 对 然后竞聘管理岗失败了 对吧 不是 我是那个自己 觉得发展空间不大吧 发展空间不大 又不大 又辞职了 然后呢挑战做销售 综合考虑之后 卖保险 对对对 然后现在还卖着吗 对 现在还在 还在 还在值 然后你又兼职 做这个生日宴的主持 活动主持吧 你们听一听 他的这每一次选择 你们觉得儿戏不儿戏 年轻儿戏得起 但是你的成绩呢 他不很年轻了 三十三了 三十三 他的家庭虽然父亲支持 但是还是有反对的声音的 我的家里还是比较支持我的吧 还是支持我 大哥也支持 大哥不太支持 想让我找一个比较安稳一点的吧 嗯 我觉得刚才他父亲支持他这件事 让我挺惊讶的 说实话 在这个年龄还依然支持他 因为咱们中国有句古话 叫做三十岁前以父敬子 三十岁后以子敬父 你听过吗 意思就是说在三十岁之前 别人是因为你是谁的儿子而尊敬你 三十岁之后 别人就要因为你父亲是你的父亲 而尊重他了 所以你有没有给你的家族带来荣誉 给父亲带来安慰 其实男人在这个时候 不是要做顶梁柱了吗 我觉得每一个人吧 都有每一个人失去 有的人二十三岁毕业了 却在二十八岁找到了合适的工作 有的人二十八岁刚毕业 就进了世界五百强 有的人二十岁结婚 却在三十岁离了婚 有的人三十岁才结婚 却找到了一生的幸福 有的人五十岁人生在刚刚开始 所以每个人失去不一样 我成熟的比较晚 但是我相信 我一定可以通过我的努力 我坚信我自己 我觉得你好像在想说 有的人七十五岁KFC 那是姜子牙八十岁 还能装上衫呢 对呀 就是你这种心态 我真的我服了 谢谢大家 你刚才说你这病症是什么来的 脊柱侧弯 那对你的生活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生活能自理吗 可以 就是可能在外形上有些影响 对对 美观度有影响 他干过一件比较勇敢的事情 他是跟好友一起联名 写信给高德地图 当时是做了一个 无障碍的一个倡导 建议这个高德地图 去把这个增加这个 无障碍的一个标注 有效果吗 有 有效果 高德标注了 标注了 然后当时还请了 我们里面小伙伴 一个代表去参加了这个发布会 希望更多的一些 谈障的一些小伙伴 去走出去 去勇敢地去面对工作 和融入这个社会 尽自己的能力 去实现自我价值 他是做视觉传达专业的 这个准确的来说 是一位品牌策划人 对对对 你觉得你这份工作 干得怎么样 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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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后续有更多精彩内容等待着您 这里是报效综艺场 咱们下期再见